哈喽大家好我是学姐 诶等等不是这个学姐 我是你们金融工艺专班的学姐 差不多不知道什么是金融工艺专班 是在哈喽 如果你是个小大一 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专班 如果你已经大二大班了 那你也得知道这个专班 如果你已经大四了 那你就更必须要知道这个专班 讲了很多废话之后 那今天呢 我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这个金融工艺专班 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 第一点 边上课边赚钱 身为大学生 你可能打过工 但你绝对没打过这种 边上课边赚钱的工法 这个金融工艺专班 除了免费上课 免费送出 免费补助你考证照之外 你只要上课几小时 就给你几个小时的实行 各位想想 现在上课赚小钱 考了证照出社会以后 赚大钱 这根本是一时二秒 一念双雕 一绝两个吧 说到这边想必大家已经非常心动了 但这才只是第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吧 第二点 很赚的课程内容 没错就是赚 我知道可能有很多同学 跟之前的我一样 想要准备证照 却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那这个工艺专班呢 除了帮你安排好证照的专业课程之外 也会邀请一些金融业的长官 来分享实务上的应用 教你就业以及求职的技巧 你在大学的四年里面 或许学了很多 但有人教过你们怎么样找工作吗? 或者是有人告诉你们工作上 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才能吗? 那现在22K的大环境 你要怎么脱颖而出 我想在金融工艺专班里面 或许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这里找到的 再来呢 最后一点好处也是最重要的 第三点 找到好工作 好 人生大事呢 除了找个好老公 好老婆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个好工作 在顺利完成专班的课程之后呢 会有一个就业没合的机会 不论你是想要进入银行业 保险业还是证券业 只要你参加过这个专班 在面试的时候 绝对是大大的加分 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 因为参加了这个专班的缘故 所以让我去考了公股银行 那很幸运的是呢 我三家银行呢 的比试分数都低分比过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的面试分数 势必得拿高分才有机会 那先说结果好了 最后的三家银行都录取了 其实在面试的时候 这三家银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考证照很加分 考证照很加分 考证照很加分 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次 那除了证照之外呢 他们也对于你上过这个 金融工艺专班的课程很感兴趣 就会在面试的时候问你说 嗯 这个工艺专班呢在上些什么啊 那你从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霹哩啪啪 讲出一堆正向积极的话 来拖延这个面试的时间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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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对 是让考官呢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最后如果不想要走银行业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因为像我的好朋友呢 现在就在某知名证券业上班 而我们呢也是在这个专班才认识的 总结就是呢 上了这个工艺专班 不只让你可以赚钱 赚工作 还可以赚到男男女女的朋友哦 如果想成为人生胜利组呢 学姐我在这里大力推荐金融工艺专班 值得你心爱